董事齐穴啊,这是董事齐穴的理论架构 三大基础真法 然后还有我们的体硬真法 对不对 脏子别通 除了这些理论 我们董事齐穴还有一个常用的理论 叫全息对应理论 关于这个全息的概念呢 是1985年张颖青提出来的 他认为人体的每一个局部 都可以代表一个整体 像早些年我们最火的 这样叫什么 足疗都做过吧 足疗就是经常给你安装 哎呀,你肝不好,你肾不好 你皮不好 就是经常给你装 为什么 就是这一个脚底板 它代表的是一个整个的人体 人体的每一个部位 在你的脚底板上 它都有一个反射区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人体的全息 还有前些年初的耳穴疗法 经常说什么 这个耳朵就像一个婴儿 在这儿抱着头 在这儿待着的 然后呢 这块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脊柱 这是什么代表脖子 代表脾胃肝胆 是不是 我们经常说这个耳穴疗法 对不对 它那个就是什么 从耳朵可以调你全身的疾病 这是不是都是全息 那在我们的针灸学中的全息 在我们传统的针灸里 也经常会用到一个全息的概念 这个全息呢 就是我们的等高对应点 那我们你学传统针灸的 假如说你这块疼 一般的什么叫等高对应点 你这块疼 然后你在你胳膊的相同的位置 这个点 你扎一针 是不是这块里面就不疼了 对不对 我们传统针灸是不是也经常用这个 这个叫等高对应点 那我们懂事其屑的 这个全息理论 除了等高对应点 还有一个手足顺对法 也就是说 把我的上肢 也就是我的胳膊 和我的下肢顺向排列 也就是说我要是这么待着 那我的大腿对应什么 大臂对不对 然后呢 我的这个小臂是不是对应到这儿 然后我的手 对应的是不是就是我的脚 那例如就是我们刚才 我们再说 我们的肩中穴 肩中穴是不是 在这儿打一针 这是不是对应我大腿 那肩中穴就可以治疗你大腿的 因为这是肌肉最丰厚的地方嘛 这是什么 煮肌肉对不对 以肉制肉嘛 所以呢 它治疗什么 就治疗你的大腿的酸 沉 无力 这就是我们的手足 顺对法 那我们手上 那我们手上 例如说 再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鞋的时候 手不是对应的足吗 我们有两个穴 叫骨关木关 就在这个手掌根 这个位置 这两针就可以治疗足根痛 那你看你对应的时候 这不就对应了你的脚后根吗 那我们传统的针灸里头 我们这儿是不是有一针 大灵 大灵痛 劳工是不是治疗脚后根 这是不是都是我们的手足顺对法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手足逆对法 也就是说我把上肢举起 和下肢逆向排列 因为我手举起来 然后和我的脚 现在这种排列方式 那我的肩膀对应的是哪 肩膀是不是对应到我的脚部了 然后我的大臂是不是对应小腿了 然后这块是不是对应我的大腿 然后手呢 是不是就对应到下肢吧 是不是都对应到这个位置了 这个全膝对应 你不要去刻意强求去对应 你明白了吗 然后非的一个穴位 我得找找 这是哪个哪个对呀 不要这样 然后所有的记者 全膝的理论 是帮助你 第一个帮助你 更好的记住穴位的功效 第二个 拓展你的治疗思路 这听明白吗 它只是帮你发散思维用的 你千万你别学傻了 我会说